本章讲解主要讲的是市场调查结合性 我认为的市场调查本身必须要能够符合下列观点 第一个观点要有锁定客户 也就是他客户本身是要有效客户 第二个要有问卷 问卷设计 第三要有统计法 第四要有天数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计算的时候 不管是结果天数反应天数 或者成交天数 第四个部分要有效果 也就是说他会从来店变来人 或来人变成交 成交变成代客人 然后会变成多重购买 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市场调查 要能够针对问题回答 而不是一般市面上讲的市场调查 大部分讲的就是市场调查方法 或讲市场调查概念 或讲市场调查阶段 或讲市场调查手段 也就是有市场调查 没有问题 这样的讲法是 我是比较不能够接受的 或者说讲的就是一些 检定的程度 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市场调查 不管是黄地产市场调查 或者是产品市场调查 产品定位的市场调查 或者我们讲大环境的市场调查 或区域环境的市场调查 或者本区段的市场调查 通常呈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市场调查 没有前面的那一个东西 也就是黄地产不见了 产品定位不见了 或者说是某一种特殊的研究主题不见了 也就是说没有实物 所以我非常喜欢跟代销公司合作的原因 就是因为每一个客户都是有效样本 而且最主要来讲 因为那时候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客户的时间够长 因为他在看一个预售物 他一定经过很多次的考量 这中间阶段你在做问卷的时候 你不会给拒绝 而且最主要他会来 他就是有效样本 他要么不是有钱就是有意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衡量 然后再来还可以做所谓的前册 中侧、后侧跟及时反应 重点是为什么代销公司要跟你合作 其实代销公司他们最欠缺的就是这个技术 他本身不懂统计 他不懂多变量分析 他不懂计量经济 所以当他不懂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的问卷设计出来就是很local 很local的意思就是 他最多只是问你说你到底是看什么而来 他的分类也很粗糙 举个例子 你到底是看电视而来 你到底是看广告而来 听广告而来 还是你是看POP而来 可是问题是我在做市场调查的时候 我会细步到说 到底你是看到哪一份杂志而来 或者你看到哪一份报纸而来 也就是说 我设计的问卷的时候 会针对使用者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跟使用者沟通 除了我们要沟通什么东西以外 这个会是问卷题目之一 第二个 我们要去了解 到底我怎么去接触我这潜在客户 到底有这客户看什么报纸 看什么电视 听什么广播 甚至于说我们在哪一家 他参加什么活动 他参加什么俱乐部 然后从这样收集的资料的时候 跟代销公司配合 然后你分享给他的方式 然后就客户做整体的配合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未来这个部分 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把客户一填完问卷 我们就可以告诉你 因为电脑统计速度很快 我们马上就可以告诉你说 客户本身是有分等级的 也就是说这客户会不会买 如果你这100个客户当中 谁是阻力 谁最有可能买 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买 谁最有条件买 这个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说我做的市场调查 我希望能够做到说 如果专业经理问我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能够回答出来 现在我们就来讲 专业经理会问什么问题 他来问你说 如果我们锁定哪一种客户 那客户是一定是会跟你讲 客户一定是从以前的预售屋 知道说到底是区域客比较多 还是外来客比较多 如果是外来客要打哪几种媒体 就算是外来客也是有分 举个例子来讲 像南港的部分 可能内湖他是对等区 他会过来买 然后比较高一等的信医区 当然区他们也过来买 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未来的信医区 然后比较临近的区域的话 他可能向往这样的空间 可是戏子的人也会过来买 所以说当我们今天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能够回答专业经理的一个 如果锁定哪一种客户的时候 他打哪一种媒体 为什么我们锁定这种客户 他锁定这种客户他可以在几天内玩销 这才是重点 所以一般人我在看到很多销售专案的话 那其实不叫基本市场调查 那就是叫资料收集 所谓资料收集的意思就是说反正超一超超一超 然后做一个会准表这样他没有问卷 他没有统计方法 他没有做效果的衡量 而且最主要他不能够回答问题 举例子来讲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我们通常专业经理会问我讲说 哪一种客户他成交周期最短哪一种团体介绍率最高 对不对 如果说当初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这个问题 你才有办法这个东西设计问卷 也就是说你本身对待销业或黄地产行销 你了解的人 你才有办法去做用问卷 去做前中后的后续追踪 既然你问卷有问了之后 是不是你马上输入电脑 电脑就可以做比对 举个例子他区别分析 他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客户会不会买 对不对 既然他这样他有变数的权重 也就是说其实每个客户在注意的东西的时候 他有所谓最注意的要点 然后他是不是跟别人有不一样 这个东西你可以做用区别分析 甚至你可以用联合分析去分出来说 哪一种东西在客户的心目中 他价值是多少 所以说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第三项 第三项就是客户的优先选择产品 是什么 他未满足的产品是什么 也许他已经来跟你买这个户了 可是你这个户可能是 假设并是八九十平的户数 可是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给你透露需求说 其实他觉得他这个空间可以变得更大 可是他买不到 然后他在想在哪一个区买到这样平数的房子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未潜在未满足的需求 只要客户有钱我们就可以创造给他 当我们收集这样一定量的时候 我们在跟建商建议说你要开这个瓶数的 那我们是不是有手上名单 既然我们有手上名单 销售只是早晚的事 搞不好连广告都不用做 我就有一个暗场是这个样子 就是透过几轮的做法 把整个南港的所有的POP都垄断 也没什么后续的电视广告 其实都很少 然后再开案前就卖掉了 所以说像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 然后第四点我们今天讲哪一种文案可以带来的人数最多 带来的人数品质最高 那这个东西我们那里可以用回归 我们可以用辨议数分析 来去做这样研究 然后我们这一个客户到底会不会买 也就是做完试料之后 然后他到底几天后会过来买 这都可以预测的 那客户本身是有等级而且他有顺序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今天要去优惠 我到底优惠A还是优惠B 那优惠A跟B他反应会不一样 当然我要早有反应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透过区别分析跟组成分析 去计算出来 然后我们还会讲说 这客户到底在乎什么 对不对 举个例子楼层差价 这些都是可以用联合分析做出来 但是你要懂个联合分析的统计工具 那你那个问卷也要设计成联合分析可以跑的程序 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懂 你根本碎逼不出这问卷 你更不可能用这样的统计方法去得到这样的结果 然后再来我们要强调有没有效 客户有没有换单 举个例子他买这预售屋 对不对 他既然有换单讲句难听 他就手上有获利 他就筹码在身上 你下次通知他的时候 他很可能会比较遣向会买 因为他已经既有获利的人 然后最后一点的时候 我们今天可以讲异常在哪里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动计算的功能 我曾经有一个前辈他在跟我讲市场调查 他说你们这种市场调查讲的都太大了 他说其实他们在做 他们会做通案调查 他们会做所谓的当地的区域性的调查 他会做本案的市场调查 区域性的部分通案调查是了解说 每个案子的完销率跟它的比例 跟完销天数 然后中间区域的部分是做竞争调查 跟未来的销售 最主要是以销售为考量 推出10点为考量 下面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去把它优点呈现出来 像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说 其实不管这三段讲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我要推多少坪数的 第二件事情的话讲的就是 我一坪要卖多少钱 这是重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讲 你到底你推出的这样的坪数跟这样价格 到底是卖的高还是卖的快 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了解景气下滑了 像你用计算经济算出来 或时间区域算出来说 整个趋势确实有比较不景气的 那你就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好像有人常讲的 两个人在山中遇到熊 对不对 现在重点另外一个人赶快绑鞋带 然后另外结果没做的人就跟他讲说 熊他一定跑得比你快 你细鞋带要干什么 你做卵生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 结果那个人讲 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 那其实我们在做代销的时候 就是这个原理 也就是说 当我们面临到状况不对的时候 那六个月我们就一定要想尽办法 去把它完销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跑得比其他代销业更快 那讲一句难题我就不会有损失 所以代销业是一门非常跟时间竞争 有关的行业 所以说我们今天你到底要卖的保险 卖的保险就是很快完销 还是快速完销 你的追求重点是不一样 那重点是 这一些东西其实都跟统计工具有关 那些统计工具不是简单的基本统计 什么列连表或者表格的这种一般的加总 没有那么简单 应该我的统计工具是区别分析 集群分析 变数分析 时间序列跟计量经济 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把这个统计方法去结合问题 再次强调市场调查应该是锁定 是能够找出一个一个的有效客户 然后透过统计方法跟问卷的结合 还有天数跟效果之间 密切结合所做出来的市场调查 才是真正有助益的 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个就是我讲的市场调查的结合性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笑力的作者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感谢观看